如风说梦幻 八卦天天看 梧桐鉴定出愤怒封印放下腰带 神豪F哥光速秒杀 狗托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主播梧桐在帮雪山福战法系K总鉴定装备时 炸出了一条160愤怒封印放下腰带 游戏中从未出现过同类型的三蓝字腰带 这是真正的梦幻古品 无论是对于福战风系还是地府来说 这都是一条真正的神级腰带 神豪F哥一致千金 第一时间将这条腰带收入囊中 除了F哥之外 紫禁诚然总手中的160愤怒罗汉腰带 同样也是梦幻古品 随着F哥买下这条腰带 紫禁诚在福战豪门中应建第一的位置 变得更加稳固了 2023年7个月的福战当中 紫禁诚先后拿下200连 202连 204连福战冠军 以三个福战冠军的成绩傲视群雄 指挥人间离开之后 武神坛长青树波罗一个人扛起了紫禁诚主指挥的大旗 他也在紫禁诚上演了王者归来的戏码 重回职业生涯巅峰 兄弟们 你们觉得神豪F哥领衔的紫禁诚服战队 在今年能拿下多少个冠军呢 他们能否建立一个紫禁诚王朝呢 你觉得神蛮的风格楼就发起了紫禁诚四尺 监sters